你虽然用刀和我比试 但你的全部招式 皆为刺剑 突剑 而你用的剑法我恰好知道 清风九十剑 这是清风派 觅而不传的顶级剑法 而正好 清风派已归顺无封 说 你是清风派什么人 我不是清风派的人 清风派的嫡传弟子 顶多也就精通三四世 能够全部掌握 九十剑法的人屈指格数 你说你不是清风派 一排红颜 我的母亲 只是寻常妇人 父亲一身金上 别来这套 放河灯的时候 已经用过一次了 父亲一身金上 走南闯北 十四年前 他走水路运火 发现一位女侠 藏身欲揣下暗藏之中 他就是清风派 一直追捕的叛逃之徒 被誉为五十年南月的剑术天才 卓美 就他隐秘 他就受你清风九世 其实义母传授我剑法 也有私心 他希望我替他复仇 卓美 卓美当年对一名年轻男子动情 触犯了门牌戒律 被当时的掌门 她的同辈尸解 垫珠 言行陈借 这件事情当年 震动了整个江湖 你们应该有听说吧 知道 我听母亲说过 卓美的那位爱人 被斩了手脚 封了喉舌 演演一席地送到卓美面前 听说卓美受不了这个刺激 发疯了要杀了十几个人 浑身带血 逃出了清风派 原来江湖上消失的卓美 一直藏在你家 你嫁入宫门 是为了利用宫门向清风派报仇 义母在前几年 就已经去世了 这些年 他一直心虚欲见 在临终之前 他对父亲说 如果这世上还有一个安宁之地 那便是宫门 好了好了 不要问我了 现在可以让我去荷山了吗 现在可以让我去荷山了吗 你该说不说的 说 我听 上官浅说 绝公子和直公子 知道职人已经入审 很是高兴 然后商量着要做一件事 具体何事我不太清楚 但他们说 职人一时半会儿 很难通过第一关失恋 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完整 那还能有什么好事啊 此话当真 此话当真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啊 晚上碰面合计合计 争取明天一早 就把荷卫山送到公子羽那里去 不过 相恕追踪是最难的一周 而且 最长的留下时间 不过是二时辰 不行 不行 要进厚山找职人 必须今晚连夜进去 明天一走 又再难见到职人了 子羽 岳城老 你为何在死啊 我担心你初次闯关 会有些紧张不安 特意带你走一段 子羽 按照规矩 你要把眼睛蒙上 好 来 把手给我 来 慢点 金凡 你在哪儿啊 金 金凡 你在这儿 我找你半天哪 我 大小姐 有什么事吗 有 我要问你啊 你是喜欢金色呢 还是喜欢紫色 还是喜欢金紫色 金色紫色我都不喜欢 我只喜欢我的绿玉 和我的黑色侍卫服 大小姐 大小姐 我还有任务在身 没时间陪你玩 有任务 你每天寸步不离地在公子与身边 他现在去后山了 现在是你的假期 那么假期呢 就要花一些时间 在美好的事和人身上 职人临走之前 叫我丁锦工尚绝和公元旨 他们很重要吗 他们不重要 职人重要 那 我和公子与谁重要呀 公子与重要 我啊 他也给你 兵 兵长老 你可是在绕路 子依何出此言 咱们连续左转了三次 而且每次行进的步数 都差不多 所以咱们是又回到了原地吗 子虞果然聪明 但还是错了 不对吗 如果这密道高度一致 那确实如你所言 连续三次左转或者右转 又回到了原地 但你有没有发现 密道是一直向上的 那我有些明白了 子虞啊 他们都说你顽略叛逆 但我一直觉得 你天字聪慧 心地善良 平易近人 你能说出宫门里 任何下人的名字 所以他们都骗他你 爱你 但 但你太过年轻了 有时 会因为过于自信 而做出轻率的判断 身为职任 这种轻率有时候是致命的 子虞啊 在你今后的生活里 你 你看 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经历还有很多 可能那时已没了领路人 孤身于黑暗中 无论再艰难 你也必须做出正确的抉择 我期待你成为真正职任的那一天 那时我帮你把职任抛屁上 是